為什麼 我現在去吃冰 吃完冰我去看店 我幫他回家 晚上來幫我輔導 晚上就是 會做一些 男生之間的遊戲 然後跟他蓋一個被子 然後躲在被子裡面看 幫那個學弟那個耶 歡迎收看FJ234 我們在之前我有一個小小的問題想問你 就是Edder你對於美食的涉略廣嗎 我對我嘉義在地的美食 算是還不錯 所以嘉義不是只有火雞肉飯嗎 有很多耶 還有什麼 有涼麵啊 楊桃汁 然後還有 一些冰品啊 冰品 對 除了飯以外還有很多 所以我們今天要玩第一個遊戲 根據研究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吃的口味是什麼口味 是因為包裝上面寫什麼口味 你才相信那個口味 就是因為確診 不是因為確診 所以我在這邊準備了六顆水果軟糖 然後你要吃 跟大家分享這是什麼樣的味道 好不好 那如果呢在這六顆裡面錯了兩顆 那你就要告訴我一些小秘密 好啊 小秘密OK嗎 我現在拿的這一顆是黃色的 可以 就把它看 好 親自 你覺得是什麼味道 酸酸的 甜甜的 好難喔 這個 橘子口味 有橘子口味嗎 公布 黃色這顆是什麼味道 黃色是檸檬 剛剛講這個 橘子嗎 酸酸甜甜的 OKOK好 那我們下一個 粗簡單一點好了 如果你再錯 你就要告訴我一個小秘密囉 接下來是這一顆囉 來 這一顆上面又有紅色有黃色 有交叉在一起 這個口味我喜歡 喔真的嗎 甜甜的 甜甜的 每個都甜甜的啊 這就張純甜沒有酸 這個水果有成名 是一個港片的A片的米 水果是一個A片 這個 喔喔喔 那我大概知道了 三級片的米 三級片的米 對不起我認輸了 其實這個的答案就是 水蜜桃 喔水蜜桃 你覺得吃起來有像水蜜桃嗎 你怎麼說就有啦 好啦好啦 逆了沈舟石 對 老港騙的人都知道 這是什麼東西 逆了沈舟石我知道啊 嗯 你目前已經就是 六顆裡面錯了兩顆了 那你要告訴我一個 我想一下 關於籃球小隊的原因 雖然我們不打籃球 但我們很喜歡打籃球的男生 對不對 我那時候確實是 一整群住一間 八個住一間 就是做所有事情 都是在那一間裡面 而且那時候 我那時候是沒有手機的 嗯 那一個年代嗎 對我們那時候 就是晚上就是 會做一些 男生之間的遊戲這樣 什麼是男生之間的遊戲 我只想到阿魯巴 什麼阿魯巴 就是 不然還是什麼 我覺得最扯的 我現在想起來了 就是 這個 不知道能不能 沒關係你就講 就是我們 我們學長 那我不是其中一個 就是我們學長 算是霸凌欸 就是霸凌學弟 但是那個霸凌是 幫那個學弟那個欸 但是我事後想想 這是不對的事情 這是不對的事情 對這是不對的事情 因為我事後 想想覺得還蠻嚴重的 事後好像也沒有 被什麼老師還是什麼 就是我們學長 你說這件事情沒有到大 對好像沒有 就好像 我不知道當下是怎麼 真實的狀況是怎麼樣 嗯 任何人都有可能被性騷擾 所以我們遇到性騷擾 一定要勇於制止 勇敢說不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直播 11324小時保護專線喔 那男生是不是很臭嘛 超臭 超臭 大概是什麼 我們的廁所只有一間 所以你 你說八個人用一間的啊 你上一個人上了大號 走出來 然後就是這樣 哇 那個味道整個 整個房間都是 對啊很臭 然後那個 練玩球啊 那個襪子啊 臭衣服啊 因為男生都很隨便嘛 就是 丟在地上啊 然後一整群的這樣 然後 最後要練 然後再把他這樣弄弄 然後再穿這樣 沒有這個問題 看個人 有些人真的會這樣 蛤 我好奇會 你會像灌籃高手一樣 之後螢幕啊 可能男生們都會 自有自在睡在你身上 這樣子 那也太變了吧 我沒有 沒有曾經累成這樣 那是會去 我們是八個人的上下鋪嘛 有的時候我們會去 跟別人躺 躺在一起睡 因為有些人他是 家裡經濟狀況不太好 他有那個iPad 那時候很早 那個東西可以看影片 嗯 那個時候在我們的樹枕裡面 他說是王 是 所以我們都會去巴著他 然後跟他蓋一個被子 然後躲在被子裡面看 看他 我覺得不單純 真的真的是這樣 片的內容是什麼 就是 然後我也 他放假回去 會先把他灌進去 那時候也沒有網路 是是是 我以為是一些 成人愛情動作片 然後兩個人去身邊 啊哈哈哈 真的假的 我會一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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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人就會借著去看 然後現在是 又 別人又借著去看 然後 我說借我去廁所看一下 這樣 還是兩個人蓋一起 沒有被人一起看 我是沒有聽說過 有兩個一起啊 喔 這要聽起來很BL 欸 對啊 好啦 既然聊到BL 那我覺得我們兩個都身為演員 我們就來標個戲吧 好 我們下一個環節 畢業龍 標戲大挑戰 壞壞的Adan 這次又被留下查看了 到底要怎麼連孔帶片 讓老師提早結束課後輔導 Adan 又是你 這是你第幾次課後輔導了 老師你剛好每次都留我下來啦 還不是你愛闖禍 你以為我想 我闖什麼禍了 你就是把隔一般的玻璃砸破啦 那就是打球 那不是故意的啊 那走啦走啦我們去看店好不好 不是不是 你怎麼那麼我行我素啊 你現在是課後輔導時間 你乖一點可以嗎 我可以 什麼可不可以 我不是在跟你討價還價 你就是要聽我的 你就是要 好好留下來寫三百字的回過書 兩百五 不行 兩百 一百五 為什麼 我現在去吃冰 吃完冰我們去看店 我幫他回家 晚上你來幫我輔導 三百個字 全部都給你 好不好 隨便你啊 隨便你啊 你剛剛有過足戲影嗎 有啊 你演戲就是 沒有啊 我才是被你帶走那個人 我是跟著你的情緒走的 沒有啊 我真是覺得你剛把那個 癖壞的高中男生 詮釋得非常好耶 想起那個 四年前我們那一次 哈哈哈哈 老大 說到演戲 因為最近 艾能有出了一本書 對對對 叫秘密客 對 對不對 然後裡面有很多不同的 拍攝主題的照片 那在這些拍攝的主題裡面 你有投入什麼樣不同 不一樣的心境去詮釋嗎 心境的話就是 就是 秘密客的前半段 秘境介紹的時候 我是用比較 真實的我 嗯 沒有過多的包裝 是 在嘉義跟台南 叢林 是 深山裡面 去玩耍去探險 比較真實的我 嗯 然後在後半段的寫生的部分 也是有用一些比較 運動元素 比如說 馬術 拳擊 還有一套是 說比較委婉的皮革 哦 OK了解 他可以說運動嗎 我都從運動嗎 可是我還是很好奇的是 就是 皮革這個主題裡面 他事情是有兩個角色 對 一個是八號施令的 一個是接受施令的 裡面都有 我不只是 哦 我不只是有拿皮革 我還有被綁住的 嗯 就是 如果用演員的角度去看的話 其實就是不設限 所以他有尺度多大 就是有那種很 勾引人很挑逗的部分 我覺得 整體的氛圍還是比上一本書 來得更 濃烈的 用到這兩個字 因為那個 攝影師Daniel 他是很 擅長掌握這些 氛圍的東西 嗯 那我們接下來要玩 最後一個遊戲 這個遊戲叫做 從我這裡到底 一共五步 反正這個遊戲 是這樣子的 因為Adam今天是來打輸嘛 對不對 嘴巴裡面會叼著一個Pokey 然後你要咬五口 一二三四五 最後只剩下一公分 如果剩下一公分的話呢 我就會讓你好好暢聊這本書 去拿買 然後怎麼預購等等的之類的 但是如果你咬 剩下不到一公分 那我就要幫觀眾謀福利 好 你知道我們的觀眾有很多種控 什麼控 有例如說 制服控啊 皮革控啊 但我們觀眾裡面有一部分也是襪控 所以我要幫他們分享 你們的襪子是什麼味道 所以如果你挑戰失敗了 我就會聞你的味道跟觀眾分享 如果你挑戰成功 你就可以好好的介紹這本書 我們要去拿預購 OK嗎 可以 但是你連蒙著眼睛 你要自己抓對那個距離喔 幫我 我很怕大家覺得說 每次錄FJ就是服服在吃觀眾豆腐 其實不是的 你可以自己控制好 你控制好就好 我能發誓我絕對不會動 好 我發誓我絕對不動 好來囉 等一下喔 我開始算了嗎 嗯 一口 兩口 三口 四口 有嗎 這個 你可以打開看看 好啦好啦 讓你量輸啦 第一刻現在已經在 折折可以預購 那預購時間是到 4月21號 那比較特別的是就是 我這次書 只有預購可以買得到 因為預購期間之後呢 就不會在 各大失禮通路販售了 對對對 他現在就只有在網路上可以買到 了解就是 沒了就是沒了 就只能在這段期間趕快預購 對 到4月21號之前 都可以在折折上面 找到你的 對 書的資料 或者是我的IG跟Facebook上面的首頁 都可以有連結 可以點得到 好啦 謝謝Adam今天來我們節目玩 也別忘了試他的新書 秘密課喔 可以去他的IG 或是折折目擊上面 看到關於這本書的資料 掰掰 我知道你還是很好奇 Adam的襪子是什麼味道 我來了 痛 不要動 啊 我說很痛啊 安靜一點 你這個傷口看起來很嚴重 我帶去安心 欸 有什麼好小題大作的主子插上而已啊 哎呀你幹嘛 我自己插上就可以了啊 放下 你以後就是我的人了 讓我來照顧你 還痛嗎 還痛嗎 當然還會痛啊 我在問你一次 你還會痛嗎 好像沒有你痛 你實際上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